娱乐圈很多明星其实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们跟家人的相处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相同 其实亲属与否都在个人选择 比如说郑兴怡和谢婷婷两位 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就很不一样 作为沈殿霞和郑少秋的女儿 郑兴怡经历了父母离婚母亲早逝 也是一颗成长自单亲家庭的小白菜 按说剧情应该走向父女梳理与同夫异母的妹妹形同路人的局面 但郑兴怡偏布用乐观开朗的画风缔造了和谐之家 缅怀母亲团结父亲友爱妹妹三冠旗下完美融合 中秋将至暖心电话也早早拨通 爹地依依你好吗 当然想了我都刚刚有send message给我爸 说很想你我们几时吃饭 然后他就回应说你想是我们两个拍拖还是一家人呢 那我就说一家人吧 而同样来自于单亲家庭的谢婷婷就不如正欣营那样热络了 最近谢婷锋经营了八年的制作公司 两年来亏损了近半亿 即将面临结业 作为谢婷锋的亲妹妹 谢婷婷对哥哥的情况竟一概不知 兄妹俩的相处方式也仅仅至于你说我听 你不说我就不问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习惯 平时他都不会跟你说他公司 行了再见 不同的同学